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三集的 的总通讯站 正如前两集我们都说 上次就说法律或者清苗行动 我们今集会和大家说会员有什么福利 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其实很多职业的司机都会遇到 甚至乎上个星期 我有个朋友星期一一单 星期一一单 的总是会员会有什么 交通意外的问题 只要你有齐文件 例如口供纸 病假纸 你要记住带上你的身份证和的总会员证 上到的总办事处九龙湾 企业赶场一期 第二座十六楼 你就可以向他申请一个 都是不论过失的援助 有些人说 那这些援助和政府的不论过失有没有冲突 那我们也是不论过失的 只要你有入团 刚才说的意外的文件 亦都是不限次数 只要证实这件事件 你是真实的 他们就会在一个尽快一个星期之内 就会有援助金到手 如果严重受伤 或者家里手停口停 或者刚好有小朋友 那段时间要交学费 亦都可以因为个别疑情况 会得到更多的援助 和的总会帮助 那有些人跟着的问题又来了 有些师兄就问 我出了市 你都知道的士这行要给案金 那样 司机遇到 往往就是有没有你 有些车行 无良车行 就会杀你案金 搞到你 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了案金 你就要另外 找些案金出来 才能开工 和车行租车 甚至乎要供 如果各位会员 遇到这些无理 那的总会怎样帮你 那的总会有 有法律团队协助你们 遇到一些无良车行 或者是打理人的 拖延法横案金 或者无理杀案 我们可以和车行 有律师和他做一个 民事索尚 或者 小额前债的追讨 去到小额前债庭 裁判处 的总的立场是 无良车行 和打理人 我们会做一个抗争到底 也有些个案 就是曾经试过 和一些要上到法庭 和一些车行 来追讨的 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要呼吁 一些司机 如果遇到这些无理 对待 我也知道 大家可能会很无助 怎样 我这个的士路 什么都不认识 现在甚至乎 甚至乎 连些打理人车行 都不理我 和我要这样 对待我 所以大家 希望 不要害羞 拿着会员正上 到来的总 就可以和你们 向这些无良的打理人 和车行 索尝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 交通以外 不一定是要上法庭 我们也打算是以和为贵 的总 亦都会 首先 帮你们了解一下这件事 然后尽量 我们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后报警 又要上法庭 我们也要浪费时间 我们尽量都会 劝大家和解 如果可以的情况下 好 阿妹 出第一幅图 麻烦 这些是 的总 他的和解纸 我们简单一点 说一句 在 农浴车房 我们的 荃湾办事署 大家放心 拿来庞下身 当然大家都不想 用到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 的总 亦都会帮你们 入表 去到小压前债裁判署 去到小压前债裁判署 这些案金 希望大家就 不要说 不知道怎么做 总之你拿着会员证 就可以找的总 帮到你手 好了 我们办事署 又是农浴的士维修服务中心 是24小时的 各位会员 就可以有透过他们的 24小时热线 就可以做一个报价 或者知道 或者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转车 时间就是金钱 转慢了 搞到下一间的 那就不要了 今天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呼吁 跟各位会员说 就是 如果大家未登记 做选民 希望大家 会员 尽快登记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因为 大家都知道 上周五 在立法会开会 我也不怕说名字 陈淑庄議員 杨岳桥等等 对我们的士业界的攻击 那 的总就觉得 我们虽然 都有 运输业界的议员 在那里 但是会不会 我们自己 在的士业界那里 有一个代理事 出来 可以真正正正为我们的业界 发声 争取 甚至乎好像 在议会那里 我们起码都有个解释 和反抗给他们听 解释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一些无理的攻击 我们也可不可以 做反击 让你知道 你不可以亂攻击我们 所以 的总 就会 希望各位 做一个公民的责任 登记做选民 稍后 我们会有一个专访 留待 稍后再说 今天的时间 又再过分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